这次VogueMe派我来当人生体验官 体验各种不同行业的心路历程 一个小故事吧 你好 我是娜娜 娜娜你好 我是唐一梅 是一名青年科学家 我主要做海洋方面的研究 我是大神教龙号 在西太平洋的采维海山 下潜到了2774米 第一个城路的教龙号 大洋深浅的一个科学家 一个教龙号是我们国家的国制重器 它的最大的下潜深度是7062米 很深的 对 在马里亚那海沟 对 它也是世界上应用类 在人生体中的世界第一深度 当时心情是怎么样 应该是比较激动的 对 当时很激动 也一直是很期待的 因为上九天来月下午要捉鞭 一直也是我们中国科学家的 梦想 是吧 现在可以说我们都实现了这个梦想了 一会我们到了实验室 还有些我们教龙号取来的样品 我们做一些实验体验一下 好 这是一个南极的沙盘 在南极有多少个中国多少科考站呢 我们国家现在有四个常年的科考站 长城站 泰山站 昆仑站和珠山站 对 然后我们去的那年2017年的10月份 我们去是准备建我们国家的第五个常年考察站 在南岩岛 那个岛上条件也非常的艰苦 对 我们把一些这个建阵的靠队员放到这个岛上 过了二十多天再去接他们 他们都这种胡子拉叉 就整个经历了非常这个严酷的环境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也见了一个这个科考站的基本的样子 对 都成了一个拆着的那样的形状 这个是我们在做很复杂的实验之前的 一个前期处理的一个实验室 这个是南极带回来的样品 是你带回来的吗 对 你可以猜一下它的年龄 35年 太短了是吧 是5亿年 5亿年 5亿年前的岩浆活动 然后形成了岩石 我们前面说到它碎成这么小 然后最终测量它的元素 它这些主量元素和微量元素的时候 就是要把它碎成200分以下 在一些特别坚硬的颗粒 不能粉碎的情况下 这开始先是用那个全模仪磨过的 磨成这么细小 里面还有一些很坚硬的颗粒 就要用这个玛瑙波来一磨 对 测量元素一般有两克 就够了 就把它撑一下 然后我就倒到石子里面 再放一些试剂 你可以体验一下 很特别的感觉 太多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不多 真正的实验是更加复杂的 在进行研究的过程当中 肯定会是朝期特别长 会有那种觉得很枯燥 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做研究起码都要博士毕业 博士过程都是很艰难的 就像你练大技术也是很严酷的训练 对 我在你先生的力量那个演讲里面 看到过你说你手上都起了很多灯泡 你说它们都是你的每一个的小小的勋章 任何的事情都是你要想做好多的优秀 都是要经历这种严酷的训练 然后你才能真正的领略 就是你破解成蝶之后的那样的美 对 在科研领域也是一样 从事科研让你觉得最有成就感 最燃的那一刻是什么时候 首先我们可以到达很多正常人 就平普通人不能到达的地方 当我们用则捷到这些样品 发表了很好的科研成果 解决了这些科学问题 然后拓展了人类的认知的边界 这些是很有成就感的 也是很燃的 工作就是一种修行 你要是要不断地提升自己 就可以遇到更加优秀的人 然后看见更加美的风景 会丰富人生体验 它是一个很燃的时刻 每一个人在不同领域 都有自己最燃的那一个瞬间 谢谢 辛苦了 谢谢 超燃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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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开始了 蛮小的 今天中文 今天中文 中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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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